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美声造型的吴创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烫发 我们今天这位模特呢 我们做一个中发的分享 然后本身模特的法制呢 是略带有一点点沙发的 有点蓬松的 先确定长度 长度在1比1.5的 确定长度 略微的前长后短 两边相同的方式 好 好 好 Stock 高角度提拉 三比一向下的层次 三比一向下的层次 把片向後提拉角度逐漸上升 由黃金點的90度到前側上升為120度 三比一向下的层次 先剪頂層 確定層次的落差 然後再剪補糧區這一層 再剪底線這一層 修剪完之後後側會有一個堆積 然後我們再進行揉合切孔 然後我們再進行揉合切孔 現在是開始做修剪 我們燙髮的話如果希望髮尾能輕盈柔和一點 這一個就要做深刻痕的修剪 我們先進入的髮尾的一個深度是5厘米的一個深刻痕 在深刻痕的時候呢 需要黃圓切口 就我們剛剛在修剪的時候 切口在什麼位置 那我們還是一樣 點拉到相同的位置 邊相同的方式 5厘米深刻痕 髮片向後提拉 然後呢我們修剪瀏海 模特的臉型呢 我們整體都是需要幫他修剪的 看上去臉型更小 那瀏海呢 我們會使用的稍微厚重一些 讓他看上去臉型會偏修長 兩側再收長 主瀏海呢 分到黑眼珠外側 然後呢 高度到頂點 頂點分到黑眼珠外側 然後呢把頭髮夾到中心線的位置 保留原有瀏海的長度 進行圓弧形修剪 修剪出圓弧形切口 落下來之後呢 兩側頭瀏海呢 會自然往外 推出去 剩餘頭髮逐漸放長 相同方式 形成一個菱形 向後提拉 向前提拉 耳朵位置這邊會最重 然後呢 後面頭髮 後提拉修剪 厚短前長 所以頭髮呢 會往前 推 會往前走 前側這頭髮呢 也會修飾臉型 這樣是最可以選小的一種裁剪方式 這邊一樣 這邊相對比較難以提拉 角度落差一定是零度的 然後呢 剪刀和頭髮需要形成 將近相同的角度 進行修剪 把頭髮向前提拉 進行一個連接 修剪完之後呢 並腳這個長度是沒有被破壞的 並腳長度是整個頭髮裡面 最長的一個長度 如果我們覺得說髮尾太過厚重的話呢 我們可以提拉上來 進行連接 把髮尾的量 可以去得更加的少 我們連接的越低呢 髮尾就會越 輕盈 相同方式往後靠 向後提拉 向後提拉 我這邊的水平 就應該可以來用 我會把髮尾太過 拉低 先把髮尾太過 幅度的 我會讓髮尾太過 我會把髮尾太過 又可以 我會把髮尾太過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 炮 然後再加上 我會把髮尾太過 就需要增框 那我们先进行简单的调量 直接做间隔打薄就可以了 提拉出来 进行线条处理 画分线呢 间隔打薄 画分线一定要斜45度 不可以垂直也不可以水平 制造线条杆出来 相同方式 制造纹理和空间杆 鞋45度画分 提拉出来 再发尾三分之一处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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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三 一二四 一二一 一六 OK 這樣就修剪就結束了